随着中国在马来西亚黄金港2025年建成 到时途经马六甲海峡发往中国、日本、东亚等国家的航运就大批量减少 新加坡经济将以不可挽回的下降姿势坠落 这已不可逆转 黄金港的建成是否会让马来西亚成为第二个新加坡 而新加坡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黄金港的建成对中国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新来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往期精彩的内容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新加坡理事政权政治上是投靠美国的 投靠美国、美国保他两代人近60年的荣华 李光耀为了自身的利益成为了美国的铁杆同盟 李光耀2011年曾告诫美国 必须在接触和孤立中国这一根本问题上做出选择 不能两者并用 理事政权在上世纪美国反共压保压队了 在改革开放后 压保中美经济文化交流桥梁角色又压队了 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阶段压保美国反华 这次彻彻底底的压错了 等待它的将只是无可避免的下坠和毁灭 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 人口568万 面积724平方公里 人均GDP2018年8.4万美元 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体量 新加坡人基本是由华人、马人和印度人构成 其中华人将近280万左右 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4.1% 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 新加坡的华人基本100%会说汉语 然而1965年8月9日 李光耀宣布新加坡为一个民主独立的主权国家时 却把英语作为母语而摒弃了汉语 用意很明显和国际接轨靠近英美 经过近60年发展 经验证明 在立国之初 新加坡选择靠近美国是正解的 这个弹丸小国实现了质的飞跃 曾经寄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 经济兴盛一时 然而 面对中国的崛起与复兴 新加坡再次选择了战队 这次战队明显选择错了 历来 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生存之道 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 就要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 可以实现战略纵深 工业种类门类齐全 粮食安全保障在国家红线 这样才能维护保障安全 推进经济发展 美国就是这样 所以它可以耀武扬威 在世界各地称王称霸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工业链条从底端到中端再到高端 不断点亮科技术 国事蒸蒸日上 而俄罗斯就不行 俄罗斯继承前苏联的衣钵 前苏联成立了金户会 主要致力于重工业 尤其是军工业的发展 却把轻工业安置在了东欧的一些国家 随着东欧国家被一国端 导致前苏联经济结构极其不合理 可以造坦克 却造不出热水瓶 再加上美国等驻国的制裁与围堵 经济击中难返 始终发展不起来 一个小小的乌克兰 何曾入得了普京大帝的法眼 只因经济不振 打仗是要烧银子的 逼得普京大帝一忍再忍 迫不得已才对其动了手 而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 却可以凭借自己独特的一两项优势迅速崛起 新加坡的崛起和香港的繁荣一曲同工 香港的兴盛 源于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地缘政治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与各国的货运往来全部通过香港进行 香港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香港属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港口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同样香港回归后 具有宏大战略眼光的特首董建华 没有斗争过传统的地产势力 措施转型成科技城市的历史机遇 香港从此经济跟不上时代发展 越来越掉队 可以说半赏瘫痪 一物一时 因政治港口而兴 又因转型不及而败 单一的关键的因素 对这样的地域环境的发展影响极其重要 新加坡和香港极其相似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南岸 马六甲海峡释出印度洋入太平洋的咽喉耀岛 是必经之地 世界约60% 中国约80%的石油运输 都要经过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每年吞吐量超过1000万标准集装箱 每年期货交割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 为了结算货物 物流中心一定就会变成金融中心 几千家外资银行入住新加坡 几十万人为物流等提供金融服务 每年光是收过路费都要付的流油 人均GDP6.46万美元 人均富裕程度排在卡塔尔跟卢森堡后面 是世界人均最富的第三国 假若新加坡丧失这一地理优势将举步维艰 中国舍新加坡而亲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建设黄金港 逐步取代新加坡港 相当于重造了一个新加坡 彻底威胁到了新加坡的生存发展 新加坡肯定拼死阻拦 为了遏制中国发展 表面上新加坡与美国不是正式军事同盟关系 李光耀却主动邀请美国前来驻军 2000年4月 美新两国海军就签署了协议 让美国海军使用张仪海军基地 新加坡的张仪机场 现在也一半是美国空军基地 部署着最先进的F35战机 如果中国对台湾地区用兵 新加坡一定会听从美国指挥 切断中国石油供应 这始终是中国统一台湾的心腹大患 为了中国的安全战略 中国实施了王牌绝杀 打落了新加坡的嚣张气焰 从根本上破解南海之围 中国另起炉灶和马来西亚政府谈妥 决心再造一个新加坡 黄金港就是我们的战略绝杀 新加坡最大优势就是它在马六甲 有一个独立的海岛 但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合作 在吉隆坡150公里处 新加坡西北面300至400公里处 建设一座深水海港黄金港 那么新加坡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黄金港由中方投资72亿美元 分为四大岛屿 一个用于停泊大型建支 一个用于停泊一般的邮轮 一个用于旅游观光 一个用于金融 黄金港一旦建成 来自东亚、东南亚、中国 甚至俄罗斯的货物贸易 都直接绕过新加坡远走黄金港 到时候停靠新加坡的船只 将减少80% 这才是对新加坡的致命一击 没有货物贸易在新加坡 等待它的命运只有衰落 对于一个单纯依靠港口贸易 而兴盛的国家 很容易被人卡脖子 它的政治战略尤为重要 到时候 李氏两代人的领导 可能就要到头了 利益永远是国家利益最根本的东西 马来西亚因为黄金港的关系 和中国紧紧地绑在一起 积极参与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新加坡面对中国的崭新布局 也很抓狂 拼命挑拨 然而面对后力 马来西亚始终坚定地和中国合作 2025提黄金港口建成之日 就是新加坡经济雪崩之时 凝聚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 中国正在中南半岛下一盘复兴大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